那么包括在昨天 这个是立委邱显志 在问他关于居家快筛的东西 所以邱显志就说既然开放 那鼓励进口这个事迹吗 陈中说现在没有进口 请食药署鼓励厂商快点申请进口 邱显志就说根据传染病法第51条 这紧急状况中要主动 这时候很始终爆了 他就说他们要进口 没进口我们要省他什么 邱显志后来还是有补呛 就说根据这个传染病防治法指挥官的权力 比行政院长还大 为什么不去行使这样的权力呢 然后陈时中也在里面好说 我讲我同意 我同意让厂商快点申请进口 所以一看到这边 你会发现这整个过程 这个陈时中是不是真的累了 我觉得他是不是真的赶快下台吧 要不然你看一连串 刚刚前面大家夸了很大的篇谱 讲的疫苗的部分 他也是回答的不清不楚 对不对那道歉又是不甘不愿 他现在感觉不知道是不是有点 干晓冬收起来我不太晓 但是因为他昨天真的在那个 被质询的时候 他的反应非常的强烈 而且好呛喔 就是呛到大家都觉得 哇他今天是吃炸药是不是 我可以先补充一下 就是邱显志委员他问的这一题 陈时中部长他不是讲到说 目前是没有人来申请的吗 我想怀疑耶 时中部长你是在公然说谎吗 因为其实民众党团这边是有接到陈情的喔 是有厂商他已经去送件了 然后呢他也讲到说是不是可以有 这个意愿可以来帮忙写同意书等等 所以其实是有厂商 他已经有意愿甚至他已经付诸行动 去做了这件事情 但为什么你在国会殿堂上面 你现在是在藐视国会 还是你是在公然说谎 我觉得这件事情必须要讲清楚 而且大家觉得最奇怪的地方就是奇怪 我们的快塞剂不是明明就有国产吗 但为什么 陈时中部长他一直讲到说 没有我们现在居家快塞剂是没有国产的 但是呢现在有的快塞剂是给专家使用 给医疗机构使用 所以居家的目前还没有 所以请如果有厂商愿意要申请的话 请你们赶快来送件 我就请问了好 如果真的没有居家快塞剂现在可以国产的话 我想麻烦一下蔡政府 你可不可以自己主动的去找一些厂商 赶快请他们去进口也OK啊 你为什么要在那边坐等呢 这就好像疫苗是一样的道理 这些民间团体明明就有意愿 他也非常的努力去交了一些文件来 但你偏偏一直泼他冷水 然后就让人家觉得你根本就是在卡关嘛 你为什么不真的主动的积极的去协助他们 而是他一送来就说 你缺这个你缺那个 我觉得你应该手上没有货哦 怀疑你手上没有货哦 就是你知道讲这些话 其实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心寒 会觉得说那到底政府你现在说的话 哪一句是可以相信的 那我们再回来讲 就是昨天高宏安委员咨询的一个部分 这个政府真的非常的扯 因为其实在5月28号的 那个跟国产疫苗的签约 还有包含他之前讲到说 要花40亿的预算 来给全民打疫苗这件事情 在政府做出这个决定的当下 根本就没有法院依据 也没有相关的预算 当时他的这个预算 是还没有升高到8400亿的嘛 所以其实他根本就相关的预算 跟法院依据还没有 那你到底是凭什么 哪一个资格 你去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而且呢其实昨天宏安委员 他还有提到 因为他的家人之前 有去打过自费疫苗 所以呢自费疫苗呢 大概他去打一剂大概600块 那所以好我们就算一下 我们最刚开始想说 如果是2300万人 然后呢要打两剂 所以4600万 那4600万再去乘以600 算了一下大概要276亿 那当时呢苏院长说哦没有哦 我们大概只会有7成的国人 好那就再算7成嘛 算一算你还是要190多亿 你在骗谁啊 你40亿到底是要给谁的 这41根本就不够 所以我们当时很极度的怀疑 其实他根本没有真的明确的 列出这个预算 要给全民免费施打疫苗 而是当时可能柯P他在地方上 他先讲出了这个 抛出了这个想法之后 中央感觉好像很快速的去找了一下说 我们拿一个预算好像这一笔 好像可以拿来这个 抛一下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政府 他让人家觉得非常的荒谬的一个地方 那我想要另外再补充一件事情 因为昨天其实还有包含这个 国民党的陈玉珍委员 他有去问到说 那这个持中部长 我们现在哦 国产的疫苗 到底你说的6月的200万剂这件事情 到底有没有包含之前的美国 跟日本的捐赠呢 结果他说有 这很包含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荒谬 我特别去翻出了蔡总统 5月25号的脸书文 这一定要给大家看的太经典了 5月25号他写的是什么 6月份外购疫苗 预计会到获200万剂 所以特别讲到是 外购疫苗 他是跟向外采购这些疫苗 会有200万剂 你怎么可以把这个概念去偷天换日 你就偷换概念干什么 我们最刚开始原本想说 美国跟日本送给我们真是太好 太感谢 因为这样等于说 是不是124万加上75万 再加上200万剂 所以我们6月份应该会有399万剂 没有 他现在跟你讲到说 那之后 因为陈玉森委员还有问到讲说 那6月份我们后面还没有 有没有其他的疫苗会来 陈时中部长他也回答了一个非常 令人不满意的答案 他说可能还会有 什么叫做可能 很荒谬 就包含其实昨天宏安委员 他在问到的是 你国际上的疫苗 你到底为什么采购的都不到货 现在感觉好像我们在等人家施舍 其实那种感觉真的很不好 别人给我们的 我们觉得感谢 但是你不可以靠人家的施舍 来完成你想要的疫苗的量 那你原本采购到底去哪里了 你就讲说什么 因为印度跟泰国又出了什么状况 国际供货太短缺 然后又出了什么紧张的状态 那不是那为什么韩国跟新加坡 他们就可以到货率比我们高非常多 我们现在才4.43% 这像话吗 所以我觉得政府真的是太夸张 一直到现在疫苗这件事情 都没有给我们满意的答案 孙昌他说你会不会跟中国求偿 孙昌说你说什么 我想说这个是问号还是惊叹号 那这一题还是有之说 你觉得这个人不值得讨论 要直接跳过 不会啦 不会啦 这个人一定要讨论一下的啦 因为他已经快要被罢免了吧 那笑也没几个月了 大家好好笑一下 大家要记得 不要因为疫情就忘了他被罢免的事情 现在是第二阶段 已经快要过了 昨天还差两千多票 两千多个连署书 拜托大家再催一下 我们还正求说 奇怪为什么都没有议题了 怎么办 说着说着他自己就送上来了 这个怎么能不讨论呢 千万你讲什么 麻烦多留五分钟 让我们多看他一下 这种荒唐的话 我们还要再把他以前全部 他到底搞婚搞愣了几个人 一起把他拉出来 第一个被他搞的 就是之前的国防部长 连冯思宽 连邱国阵都被他问到傻了 连续两阵国防部长 会被你问到傻了 现在也就算了 现在连苏贞都被你问到傻了 你等级越来越高 你们台中人是怎么选出 这种把辣的 这种把辣里面也选得出来 可以把所有的专业的人 问到都傻掉了 我还真希望改天看他执行陈时中 他能够讲出什么样的医疗专业 他搞不好就说 这些人不能让他们回魂 有什么仙丹廟 我们要把他移下去 我们要把他抄下去 他里面的环境全部死了 我们就可以让他起死 尾声 还对不对 因为你讲台语就很厉害了 能够用米南语直询就很厉害了 然后大家都听不懂 所以混了混就过了是不是 他的逻辑好像是这样 拜托一段时间跟你说台语也说不过 我跟你说 要说台语来嘛 谁敢偷 不要搞这种东西 然后在殿堂上面搞这种好笑的事情 直接问要跟中国求偿 接下来啦 后面好好排队啦 慢慢要排 你要排三百多名 管理就陈伯威屁事啦 你要排在后面的 你要排在美国 甚至排在中国人民的后面啦 一堆人自己要跟中国大陆算 更何况 真的是中国大陆吗 返不济及啦 到时候如果真的是美国 你感觉是美国实验室流出来了 美国说中国 中国说美国 然后你要在里面搅混 请问一下你陈伯威 你是要拖时间是吧 你现在都拖在台语 然后拖台钱慢慢可以拖拖拖 没有对他来说抗中保台还是有用 他唯一一招 就这么一招 以前我们来一句 中国大陆的成语给你 好你也送吗 钱驴即穷 你就像一只驴子啊 在那边踢 一只老虎本来要吃你 踢踢踢踢踢踢 踢了踢一下他很害怕 踢两下痛痛的 第三下 像这样啊 咽喉就把你咬下去 这个咬下去这老虎是谁 老百姓 台中的人民 现在正在罢免你 我真的前几天我想说 一直省时间 昨天那个3Q总部一直说 现在还欠三千万兆 连叔叔 还存十几天怎么办 大家帮帮忙 还真的好 陈伯威可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了 真的丢一条新闻给我们 感谢 大家记得 藉由这一次的 他自己掉枪 大家记得不要客气 挖起来 把他拌下去 不要客气 连叔叔赶快给他牵下去 问这种 已经死三百多个人了 他在讲这种杠话 小丑的话 还在那边讲跟中国求偿 你要不要观落音 顺便去跟这三百多条亡魂 然后带他们去大陆 要不要去去那边跟他们求偿 无聊 这种人完全没有任何的政治道德 跟政治sense 跟政治专业 根本连人人都不可为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